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星期日外观变化 美德女神宣布 苏田云是九尾狐 崩铁飞消 是不是田云实际建模曝光 星期日确定上线 崩铁,黄炸卡池来了 皮肤系统确定上线 冰封牢心力会放出 星期日形象是已经早早的出现在网友们视线当中 剧情上面也有相当一部分占比 只是一直没有核实镜卡池消息 而刚刚得到新的消息 星期日静持形象会有所变化 下半身整体基本没有变化 深蓝色长裤和宇宙模型同款的鞋子 变化主要在上半身 身着一件短袖大衣 大衣左半部分是白色 夹杂着金色花纹 右半部分是蓝色 夹杂着白色花纹 戴着一双黑色长手套 身后有一条短的金色披风 左胸前衣领上有一枚徽章 2.5卡池星爵设立会 我们需要等到16 17号 八九不离时 应该就是飞肖加灵莎两位 不过最近在网上已经曝光了一次例会 而且还有另外三个角色 从左到右分别是 飞肖 灵莎 SP庭云 莫泽 最后以为剧传是之前提到那个阿布利尔 名字来源希腊罗马美德三女神 图片比较模糊 目测应该为地价身材 连衣裙 采用机子的不对称裙子设计 细节还得看清晰大图才行 最后就是大家一直关心的SP庭云的消息 剧情上面是已经被歪头杀了 既然出SP形态 必然会安排复活剧情 相传SP庭云形态为经典的九尾狐 其实已经不必过多的设计 保持原来的魔鬼身材加九尾 已经可以让玩家抽爆 据传SP庭云和星期日都将在2.7 关于飞肖和灵莎的建模 近期也是被大佬爆出来了 这可能是因为官方例会即将发布 而为了提前准备 前瞻创作服会加入一些新内容 其中就包括角色的建模 虽然这些信息尚未得到官方确认 但对于期待这两位角色的玩家来说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需要注意的是 以上信息都是基于 目前网络上的爆料和推测 并非官方确认 因此在对待这些信息时 玩家们需要保持理性和谨慎的态度 同时也期待官方能够尽快发布正式的消息 让玩家们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到 后续的几位角色的消息 飞肖的设计确实非常有特色 一头白色的头发 并带有蓝色的挑染 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她的长发被巧妙地编织成马尾片 在着装上 飞肖的上半身穿得相对保守 但裙子的设计却别出心裁 呈现出不对称的美感 这样的设计既体现了她的个性 又不是优雅 她的一条腿上装饰着两个独特的腿环 这一细节不仅彰显了她的独特品味 也为她的整体造型增添了一丝神秘感 脚下搭配的是一双黑色长靴 这样的选择既符合她的整体风格 又能吐出她的修长腿部线条 使她在视觉上显得更加高挑 凌莎的角色建模 在设计上似乎受到了崩杉中某些角色的启发 非常有弹珠和苍璇的风格 她没有和弹珠一样是蛇尾 这一点与其他一些蛇形或半蛇形态的角色区分开来 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 凌莎的双腿设计较为大胆 不分裸露 这种设计往往能凸显角色的活力和性感 SP庭云的新形态确实令人眼前一亮 其独特的设计细节 充分展示了美工团队的匠心独运 四条粉白色的狐狸尾巴 不仅增添了角色的神秘感 也让整体形象更加生动活泼 服装的黑色基调与之前透露的消息保持一致 而领口的设计就更是巧妙了 既体现了角色间的联系 也赋予了新形态更多的层次感 可以说近期新帖中比较关心的就是 关于皮肤系统的消息 主要3月7都以为首款皮肤给到她 但前天消息中确定了首款皮肤给到了卡夫卡 这样不少玩家更加确信了一点 那就是大佬之前说的皮肤系统要上线了 据说在3.1版本左右上线 也就是二周年之后 这一点可信度还是比较高 然后就是后续角色的爆料消息 流银售后角色击破乃琳莎是少女体型 外观黑长发 外观和绷扇中的那位较为类似 不过对于这么一位五星角色都比较关心 能让流银伤害提升到何种程度 加拉赫作为下位角色强度一直不错 上位一定机制和素质更加优秀 星期日的新消息 据说目前定位兵丰饶 本以为是另一位同鞋定位 他的心力会描述在网上曝光出来了 身着一件短袖大衣 大衣左半部分是白色 夹杂着金色花纹 又半部分是蓝色 夹杂着白色花纹 和之前描述的黑色外观又有些变化了 戴着黑色手套这一点和之前变化并不太多 总之星期日打赢复活赛值得恭喜 然后就是被称为新一轮王炸卡池的2.7卡池 主打就是一个惊喜不断 SP庭云据说在这个卡池中概率禁持 然后星期日一起禁持 网上还说2.0版本最后一个版本 不是2.7而是2.8 反正能看到庭云登场就值得 外观上尾巴也多了起来 占定四个尾巴 玩家表示 干脆搞成九尾反而经典 希望各位开拓者 在后续版本中能玩得愉快 后续角色强度不会低